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局回顾1995年野猫英雄新人年 在8月20日对战大都会先发 单场投出13次三阵年度第三高的表现 一局下半面对打者Kyle Everett 提前落地只差球选掉 在一颗只差球进来调整空球到位 外角进垒前才急墜又获力十足 打者挥空三阵出局 野猫英雄在1995年摘下新人王 赛阳票选第四名 在191.1局的投球当中 拿下236次三阵为国联三阵王 智责分率2.54 也是旅美以来单季最佳 也成为日籍选手第一人入选全明星赛 二局下半再次以外角急墜只差球 三阵RICO BRONIA 下一棒Ryan Thompson 充分展现速球的品质 其中有两颗外角低位置好球带灰色地带速球不得不灰 但带视觉冲上串尾进就是打不到 营造速球急球感后 再用紫插球制造挥空三阵 三局下首位打者Kalistinat 也是标内角腰带高速球进来 致命诱惑但又打不到三阵出局 不过接下来野猫遭遇乱流 先是连续保送两位打者又被击出三分蛋 再被击出洋春蛋一次炸掉了四分 野猫才终于稳下来 连续三阵掉Jeff Kent跟RICO BRONIA 野猫当年对抗日本职棒舞队 无惧一切前往美国挑战 成为日级投手在大联盟闯荡的先驱者 结果在新任年就投出超优异的成绩 加上特殊的投球形态 还有在大联盟也罕见的绝杀 紫插球 以及超强的K工 在美国就已经卷起一阵旋风 纽约时报评论形容野猫英雄 直到剩最后一口气也要拼命投球 一时之间大家都好奇野猫的故事 新闻节目创造英文新词 DOMOMOMANIA 也就是野猫乐做专题报道 当时只要野猫先发 稻奇球场出席率就会增加4% 尤其能帮助大联盟缓过 才刚经历1994年大罢工的冲击 当时还有报道野猫被疯狂球迷跟踪回家 让稻奇球团真派保镖保护野猫 野猫在日本更是红透半片天 当时日本NHK也在日本八个大都市 设置13座大萤幕实况转播野猫的先发 日本旅行社也趁机赚一波 组团到美国看野猫先发的民众络绎不绝 到美国就是疯狂采购野猫的纪念品 当时他的签名球一颗就要150美元 球一一件就要450美元 记录通膨相当于当今快300跟900美元 最红的时候一个月就有20个广告跟野猫洽谈拍摄 据报导每部广告酬劳高达1亿日元 依照当时汇率差不多合台币是3300万元 已经是当时日本一流运动明星的价码 大阪还有一家信用合作社为了吸引客户 打出只要野猫英雄每投出一次参政 该合作社的存款利率就调高千分之一 截至1995年8月 已经吸引355名存户 存入391万美元 野猫虽然最快可以吹到95麦 但速球均速大概落在90麦左右 不过冲上串伪劲十足 所以只要当天状况好空得准 对打者还是很不好掌握急球点 再来就是高压式出手相当适合野猫 创造紫插球跟速球之间对打者的混淆性 打者几乎在进垒前才能分辨出球种 野猫的紫插球也可以在细分变化幅度大小跟变化角度 才能让他在大联盟投出一定的成绩